还不错 嗯 不错 我觉得可以 这些话咱们之前也没商量 我胡子胡的 你更厉害 什么时候赚给他PPT 你和我 我们觉得这两个产品的味道呢 都挺不错的 可以先做一些样品在市场上投放一下 不知道方总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可能这里有对我很重要的东西吧 方总 您怎么了 怎么了 就按照李总推荐的 这几样新的产品 陈小青 你过来我办公室一趟 啊 这 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不知道 方总 进来 你刚才跟我说最后那款香水 可以再详细汇报一次吗 呃 这 这个自恋过 该不会又想起什么了的吧 故意在这儿欺负 我好像 记 记不清楚刚刚说什么了 要不这样吧 我回去详细地给您写一份报告过来啊 不用麻烦了 如果你真的忘记的话 我可以提醒你啊 你说有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 也曾经喜欢过这块香水 既然您都知道了 干嘛还要说 你说那个重要的人 他品位跟我挺像的 你可以把他请来公司 我想招聘他进来 这 这还是算了吧 您跟他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个人呢 他重情重义 有的时候呢 还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 而您呢 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 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对吧 重情重义 所以 你是喜欢这样的他吗 有客人呢 有客人呢 方总 该汇报的工作我都汇报完了 我先走了啊 不许走 江小姐 我还有公事要谈 有什么事情可以一会儿再说呢 正好 我也有事要找你谈啊 是关于董事长的 这样吧 也差不多该吃饭了 不如我们边吃边聊 小姐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还是不用啊 你们去吧 我是方烈那边的人 早退肯定不太好 你是方烈的人啊 把方烈叫过来 走 我 哥 我来接小七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哥吃饭 想找小七一起去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同意 他人同意 那就多谢你放人了 这下你放心了吧 不过 你们去吃好吃的 怎么不叫上我呢 你很闲吗 去做什么 可又找新嫂子了 话说这新嫂子 还没请我吃顿饭呢 适可而止方烈 好 我不说了 走 我们去吃饭了啊 走 走吧 我去吃饭了 江雪主动约我 这摆明的就是红门烟 我不是让你帮我挡着脸吗 你怎么还帮我往火坑里推啊 放心吧 有我在呢 江雪不敢把你怎么样 可你明明知道我不想看见方烈 你要是真想摆脱失恋的症状 就要被他们俩撒的狗粮刺激一下 这叫以毒攻毒 好像有点逗 坐 你肠胃不好 我特地给你换了红茶 谢谢 来 屋里热 小七快 来 我给你更衣 别闹 来来来来 之前有件事 我一直想不通 现在看到小七和方烈这样 我总算是想通了 你想明白了什么 以小七现在的身价 其实根本不需要再继续工作 原来 小七坚持留在公司的理由 可都是因为你啊 小七的身价 怎么了 小七很值钱吗 别说了 点菜吧 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小七跟方冷分手之后 可是在方董事长那里 拿来巨额分手费的 不可能 小七不是那种人 其实也没什么 小七是个聪明人 知道这样来钱快 可不 刚跟哥哥分手 立马就跟弟弟好上了 平常人可没这个头脑 够了 没错 我是在董事长那儿拿来钱 但是我跟方烈 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如果你想靠这个为难我的话 那对不起了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游戏 你们吃 我走了 小七 你等等我 小七 你等等我 小七 小七 你等等我 我都是个小骗子 你还追出来干嘛 我追出来 那 祝贺你啊 祝贺我 当然了 我爸妈可是最精明的生意人 从小到大 就只有我 能在他们身上骗到钱 没想到 你也做到了 你难道不会觉得 我是那个拜金的 怎么可能 如果小七是个拜金女的话 那我就得当个有钱人 以后你就拜我好了 你真好 其实那个钱我也不是故意拿的 我刚还想这么跟你解释 不用跟我解释 江雪那点手段 我比谁都清楚 你很了解她吗 算是吧 他跟我哥 也都是半斤八两 谁也不会吃亏了 就咱俩这点道合 别跟他们瞎掺和了 不知道 走 好吧 我会克制我自己的 小七 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都是个小富婆了 有没有打算改变一下生活 改 改 改变生活 慢慢买啊 明天我就带你去商场 包 治百病 包 你欺负一个拆小七 就这么有成就感吗 我只是为你感到不公平 他把你当什么 长期翻票吗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不需要你插手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的事我当然可以管 男朋友 这个游戏你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 我是想过要弥补你 可你今天的行为 让我觉得你不值